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仁杜华女士手滑点赞了两人的绯闻微博 又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向往的生活是两人传出绯闻后第一次公开同频 节目里两人一见面就拿绯闻这梗开玩笑 张一新第一句便是 你好绯闻女友 直接一秒钟打破了尴尬 大家和圣一起来看一看大型罚糖现场 张一新弹琴的时候别人都是有一搭每一搭的听者 只有杨子听得最认真 张一新背着其他人去仓库偷烤肠给杨子吃 杨子也吃得津津有味 直呼烤肠太好吃了 还亲自带杨子感受心血的拖拉机 一向大大咧咧的杨子坐上去都闻尽了许多 最神奇的是 到了晚上睡觉前 杨子突然发现 她和张一新的睡衣几乎一模一样 图案华文材质和款式都完全一样 简直巧的不能再巧 吓得张一新想紧急换睡衣 还当面说了 本来网上就在传我们俩谈恋爱 这不更说不清了 不仅如此 还有何种黄泪他们在旁边闪风点火 想故意撮合这一对 一边说着张一新三十了 也该结婚了 紧接着立马Q的杨子说 她也没男朋友 一直旁敲侧击 故意要把两人凑成一段 节目之外 糖分十足 不仅仅是黄泪他们这么想 这边CP粉们还给杨子和张一新 起了CP名 一辈子 口号是在一起一辈子 张一新1991年出生 属羊 因缘色是紫色 简直是天选的杨子 杨子也曾经给张一新 路过家有ID 还专门去现场支持过 甚至还用软件 做了他们未来小孩的长相图 同路直通春晚的时候 张一新还偷偷碰杨子一脚和她搭话 还拘谨地称呼她杨子小姐 曾几何时 杨子和张一新在活动现场碰到 张一新都是要拉开罗志想 坐到杨子身边和她聊天的 甚至听说 聊得太入迷而忘了上台领奖 去领奖路上 也一步三回头地望向杨子 这回眸实在是让人忍不住多看几遍 遇到台阶 李线想扶着杨子 杨子是像女汉子一样 摆摆手自己能走 但是到了张一新这边 就自然而然把手交给她 看看这区别对待 不得不说 杨子真是跟谁组CP都是那么一回事啊 还记得曾经的童年和韩商严 这对童年夫妇吗 一转眼 李线和杨子已经组CP两年了 前几天 李线还在社交网络上更新了相关动态呢 当时大家也是知乎 这一对太配了 被杨子和李线发了好多糖 国民闺女的逆袭之路 杨子这个星座在娱乐圈的望夫体制 看起来跟谁都很有CP感 很小的时候就一同行出道的她 行徒却并没有那么一帆风神 2004年 家有儿女开拍 12岁的杨子当时还在读小学 但当时演了17岁的高中生小雪 杨子靠着小雪的角色 开始被大家熟知 并获得了国民女儿的称号 然而当时曾经被宋丹丹之言不好看 还被王思聪吐槽选决失败 凭借这一股不服输的镜头 她开始积极接各种角色的剧本 因为她害怕没有戏牌 于是一旦有机会 她都抓住 想办法在每部戏里突破自己的演技 有人嘲讽她黑 说她品味差传的土 她就努力变白 努力学习穿搭 一点点变美 同时 她的努力也获得了收获 不断打磨演技之后 她出演了一个又一个 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无论是与霍建华合作的战长沙利 角色立体丰富的护士胡香香 还是热播剧欢乐送礼 深入人心的吃货求饮饮 或是香蜜沉沉静如霜里 哭戏可圈可点的花神之女紧密 她一直在突破自己 在2019年与李线一起出演的 亲爱的热爱的之后 被推上了四小花蛋的位置 终于逆缝缝盘 资源越来越好 而且杨子也凭借着爽朗亲切的性格 在娱乐圈获得了超好的人员 仔细看会发现 她几乎是娱乐圈里零差评的明星 说到多年似乎一直都稳稳当当的低调演戏 她的长相也非常讨人喜欢 是那种笑起来很亲切的类型 很多明星和她合作后 被问起来无一例外都会说 杨子是他们的快乐源泉 她似乎一直都没有什么偶像包袱 跟不同的明星都合作得非常愉快 即使不是杨子粉丝 也会被她的笑容感染到 而她和张艺兴不管是不是真的会在一起 我们都会祝福她们 回看杨子的成长轨迹 她如今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未来的路还很长 真心祝愿 这个像邻家闺女一样的女孩 早日遇到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在《向我们的生活》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作为飞行嘉宾的杨子要离开蘑菇了 在张艺兴得知杨子要离开蘑菇时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笑着聊天 只有张艺兴就像是丢了魂一样闷闷不乐的 李旦和承赫帮忙搬杨子的行李 而张艺兴却站在一旁 呆呆地看着杨子不知所措 大家都知道 杨子和张艺兴之前传过绯闻 而且在节目中她们还撞过睡衣 虽然她们本人辟谣了 但是看她们在节目中相处得如此愉快 粉丝们大概都希望 她们俩以后有恋爱的可能性吧 哈哈 当她们送杨子走的时候 张艺兴一个人走在最前面 还时不时一步三回头的看向杨子 送别杨子之后 蘑菇迎来了本季节目最大的一次农货 她们花了半天的时间种了40棵树 对于她们来说 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这还得多亏了陈赫和李旦 大家都知道 陈赫和李旦平时给大家的印象 都是那种懒散的感觉 在这次节目中 两人联手创下了半天种40棵树的奇迹 她们的蓝色人设也算是破碎吧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